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清华的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 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试验 犯下了反人类的超天罪行 你提到的有关历史资料再次表明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事实 铁证如山 不容否认和抵赖 我们赞赏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 揭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 日方应正视并深刻反省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以史为鉴 消除遗毒 不要重蹈负责